第1個她說謊 第2個她雙標 菱姐現在說 如果按照妳過去的邏輯 那妳就是詐騙世家 那妳就應該要立刻辭職 她邏輯有問題 腦子也有問題啊 我什麼時候說過這樣的話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卻不斷的爆粗口 對於自己做錯事情 還理直氣壯 我就會進行提告 不要講了老半天說 要提告最後沒告喔 黃潔 全民一起監督 黃潔到底告了許曉欣沒有 拜託提告 坐等法院認證 腦子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 曉欣的反應太大了啦 因為其實像我們平常穿衣服 大家也不太會這樣子 來關心我們到底穿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 大家的OOTD都蠻普通的 那曉欣是因為 在他手上的那個勞力士表 真的太引人注目了 這全世界最沒水準的國會議員 丟臉丟盡了耶 就黃潔是第一名丟臉 你就永遠都不要穿名牌 就盯著你看 你在搞階級鬥爭 在搞仇富邏輯 我不知道國會議員把自己 搞成這樣下三案幹嘛 那當然也有下三案律師啦 那個人就不要理他了 勞力士表 因為其實目前看起來 他的那個價碼一定是超過二十萬嘛 那如果真的超過二十萬 李當是要財產申報的 我的財產申報絕對沒有問題 那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監察院來這個告發 那我會跟監察院來做交代 有錢人跟我想的不一樣 就是原來一百萬 跟一張衛生紙一樣 所以就是我今天也拿著很多衛生紙 問同事說 你可以借我嗎 你可以借我嗎 請問黃捷你為什麼知道 人家有一百萬的一個私人的 一個金流的關係 你去哪裡拿到資料的 如果這裡面又是所謂偵查不公開 那這國家還有王法還有天理嗎 奇怪人家私人借貸關係 用會錢用轉帳 你怎麼可以去查人家的 你怎麼有權利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案件就是怎樣 假借親友之間的刑事案件 來進行政治攻擊跟破壞 這是不是賴清德的洗敵大工程 現在真的是為了要洗敵許巧心 這個綠營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要把我褲子脫下來給大家看嗎 還有我的內褲今天也是穿YUNI-KULO的 有需要這樣嗎 黃捷說 你就算是把衣服通通脫光了 也沒有辦法從爭議脫身 你一年增加415萬的存款 遇到錢你講不清楚 你脫衣服都沒有辦法脫掉這一身爭議 網路上有很多梗圖出現 也有人找出來黃捷過去是高雄市議員 一個人一年資產的增加將近300萬 日元月薪只有12萬 對啊 有人在說 你要說別人怎麼不說自己 吳思瑤自己站出來說 我的每一天的穿搭都很簡單 很平民啊 我都穿Net 我都穿MOMA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網友就翻出來過去 他在公開場合的穿著打扮 哎 發現這一條圍巾 Burberry的就要25,900 那另外吳思瑤 他戴的手錶也很貴 有人就叫他愛馬仕女孩 疑似愛馬仕碗錶售價14萬 另外他還有在一個場合戴的 也看起來是另外一支愛馬仕手錶 要19萬 這件衣服是 余美人送給我的二手衣 余美人也進一步證實 那認件衣服的確是他多年前在節目上穿過 之後就淘汰了 所以就送給徐曉星 絕對不是什麼名牌衣服 他也講了優秀的政治人物 應該把目光放在對人民有意的政治議題上 而不應該把眼光放在衣服上打轉做文章 苗伯雅可能因為統神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算是大頭症 很急著想要找這個下一個話題 我今天要鄭重的請苗伯雅議員 不要造謠能夠公開的向我道歉 他現在是要改名叫習近平還是什麼嗎 難道大家都不能評論他嗎 網友現在呢也很厲害啦 迴力標打到自己 因為他們也開始揪出所謂的綠色雙標 這個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 也曾經收過總統蔡英文的二手衣物 那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臉書知名的鄭克爽這個帳號呢 他就說按照苗澤東的邏輯 那賴清德財產申報裡也沒有看到勞力士 但是賴清德也被募集 疑似戴著勞力士的手錶 總價值可能超過130萬呢 要不要也一起來檢視呢 這個可以請賴總統來說明 他手上那支是不是勞力士 然後價值多少錢 有沒有超過20萬 如果有的話確實就應該申報 那如果也是一樣有 就是忘記申報或者是申報不時的問題 其實都應該要依照監察院的 相關的法規來進行處理 而黃潔媽媽在臉書上分享了 支付寶的樂趣 後來被質疑是老鼠會詐騙 那難道我們也可以說 黃潔是老鼠結嗎 這個都是子虛烏有的指控 完全沒有任何的證據 就來對我抹黑造謠 那我覺得是非常過分的 那如果現在國民黨 還要跟著共諜 做這種資訊認知戰的攻擊的話 那就讓我更起疑說 他們是不是也落入了 這個中共統戰的陷阱呢 網友也說那王美花的這身行頭 要不要請阿苗也來估算一下到底總價值多少錢呢 暗逢啊是不是這個顏色對了 身上的金銀財寶鑽石翡翠都不成問題呢 除了我自己的一元薪水之外 還會有一筆費用叫做通告費 全部都有如實申報 我真的覺得很痛苦 為什麼這些人要不查證 要強迫我 好像如果今天不回應我 就是一個犯罪者 這是我們所期待的政治環境嗎 他們在做的事情 難道不是霸凌嗎 真的希望看到出了很嚴重的事情 他們才要善罷甘休嗎 對現在真的是好像沒有限度的在狂打許巧欣 那民進黨現在甚至要喊出來說 要罷免許巧欣 只要標題下了許巧欣 我就達到這個黑許巧欣的這個效果 反正負面聲量 不就是網路聲量 我們常常會看嗎 就跟你累積下去了 人家不管3721 就是跟你許巧欣有關了 很可怕的一個打法 這就讓大家想到 這時候黑函也是這樣子 現在又要用同樣的方式來黑許巧欣 只要跟他扯上邊的 通通都算在許巧欣頭上 你今天要 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跟民進黨對著幹 這個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韓國瑜也是如此 游淑慧 許巧欣 王洪威 都一樣啊 請國瑜兩下 超級評論的